警方看见可疑车辆立刻上前盘查 没有想到下一秒 轿车驾驶突然猛踩油门逃逸 远景当场摔倒在地 嫌犯一路狂奔 让远景最后更丢了银色轿车 事后警方寻现查获嫌犯藏令的民宅 还在停车场查获了好几台张车 仔细看停车场停了两台马自达轿车 还有台白色的March 原本这个偷车集团专脱热门的马三轿车 但似乎怕警方盯上 后来改投另一款价格较低 窃车更容易的March 不进反退 就在不久前 窃车集团的其中一人才被警方逮货 还开箱集中他的小腿 当时嫌犯开的就是许多南部窃车集团的最爱马三轿车 没有想到现在改投更便宜 同样号称马自辈的March 还是逃不过警方的法眼被破货 想赖都赖不掉 记者张春华 评论报道